哈喽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复习的时间 如果复习的影片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今天要看的主题是Tree 还有利用一个BFS的一个解法 然后是Likos上面的559题 Maximum Depth of an Array Tree 好,那马上来看一下题目 这题呢也是一题很好的观念题 题目给我们一个什么 给我们一个跟之前二分数不一样的 它是个anarray tree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能会有好几个分支 我们要找出这么多这种形态数 它的最深的长度,对吧 然后呢,它这边也是跟你解释说 什么是Max Depth 然后呢,N tree是什么样的形态 那基本上就是你会发现什么 它有三个点,对吧 一般二分数的话就是两个分支而已 但是它这边有可能会有三个 可能也会有比较多个 比如说像第二个例子 它就给我们什么,可能这个点就有什么 就有四个分支点缀,对吧 对吧 好,然后呢,马上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呢 它是什么呢 很容易看出来它有什么 一二三,它有三个level,对吧 我现在这个笔怪怪的 没法在上面画东西 OK,可以了 好,它有一二三 所以level之是什么 自然就是三,对吧 然后呢,看一下第二个例子呢 它什么 它有第一个level,第二个level,第三个level,第四个level,第五个level,对吧 所以它总共有五个level 那up就是什么 就是五,对吧 那当我们在讲level的时候呢 那通常会让你想到什么 会想到BFS,对吧 因为BFS的便利方法就是用level跟level去便利的 然后它因为它每个level可能会有好几个点,对吧 所以呢,我们要把每个level都去便利一下 这样子就可以用一个BFS的解法呢 每便利一个level呢 我们就把我们level加1 那之后当每个点都便利完之后呢 我们自然就在什么 自然就在我们最深的level,对吧 好,那了解题目的时候一样 看一下我们重点,对吧 刚才也讲过 我们利用BFS模板,对吧 然后呢,去便利每一个Q 因为我们知道BFS是什么 first in,first out,对吧 然后我们会用一个Q的方式去用 去做我们的BFS的模板 然后呢,去便利Q的什么 每一层的什么 每一个点,对吧 因为它不像二分数一样 只有左边跟右边,对吧 它可能会有好几个点 然后因为一个点呢 可能会有好几个什么 children,对吧 children是什么 children是题目给我们的一个 一个形态,对吧 就是它 我们看一下这边它有什么 它有一个class,no,对吧 然后里面有什么 有value,还有什么 还有children,对吧 所以呢,一个点呢 我们知道什么 一个点可能会有好几个children 所以我们要去便利什么 便利这个点里面的children 它有几个children 我们就要去便利它,对吧 所以,然后呢 把每一个children都加到什么 加到我们的Q里面 这样我们才可以再继续便利 我们每一层的点,对吧 那当便利完每一层之后呢 我们都要去更新我们的max step 对吧 然后max step 更新之后呢 我们之后只要什么 当便利完之后 我们return我们的max step 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把我们的思路画出来 我说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要先把一个max level 记录下来,对吧 所以我们有个max level 那它一开始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零,对吧 然后我们的queue呢 里面会有什么呢 会有我们的一,对吧 因为一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root,对吧 然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便利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queue,对吧 然后queue开始有什么 就一个e而已,对吧 所以呢 当我们便利queue的时候 我们发现什么 发现queue里面呢 我们的no现在是什么 现在no是e,对吧 所以要把e从queue里面pop出来了 pop出来之后呢 发现什么 发现e有几个children,对吧 e有几个children呢 有三个,对吧 三个四,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什么 把三二四都加到我们的queue里面 然后呢 全都加完之后呢 我们max level不要忘记 因为第一层了,对吧 所以要加一 好,然后现在 现在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开始便利什么 便利第二个层,对吧 因为queue里面还有东西,对吧 有三二四,对吧 所以我们把三pop出来 no就有三,对吧 然后三呢 三有没有trojan 有,对吧 有什么trojan呢 五跟六,对吧 所以呢,把什么,把五跟六 把五跟六写上去之后 我们再来看什么 再来看二,对吧 把二pop出来 二有没有anytrojan 没有,对吧 所以呢 不用去管 什么事都不用做 然后再把四pop出来 四有没有anytrojan 没有,对吧 所以什么事也不用做 那当我们把这一层便利完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maxlevel要干嘛 要再加一,对吧 所以maxlevel在这边 嗯,加一 变成什么 变成二,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便利什么 要便利下面这一层,对吧 有五跟六,对吧 所以我们把五pop出来 五有没有anytrojan 没有,对吧 所以什么事都不用做 然后把六pop出来 六 六有没有anytrojan 没有,对吧 所以什么事都不用做 好,那当这一层都便利完之后呢 我们maxlevel之间要干嘛 加一,对吧 变成什么 变成三 然后发现什么 发现我们q是空了的,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干嘛 return我们的maxlevel 那maxlevel的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三,对吧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一,二,三 所以总共最常深入什么 就是三 好,那把事物写完之后呢 那马上直接来写一下 我们的call好了 所以call的话呢 我们写个dfs 嗯,def,对吧 不是dfs 嗯,definition 就是我们的方程,对吧 然后写一个max 什么,max depth maxdepth 然后这边有什么 有rule,对吧 然后rule是什么 是题目给了什么 node,对吧 然后最后op什么 op是个integer 好,有了之后呢 马上做一个什么 做个hcase,对吧 如果什么 如果没有rule的话呢 if not rule 那干嘛 我直接return什么 没有level,对吧 那自然就return什么 return0,对吧 然后把maxlevel写出来 maxlevel一开始是0 然后把我们的q也定义出来 qeue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collection 对吧 所以呢 c-o-l-e-c-t-i-o-n collections 然后d-e-q-u-e 好,然后呢 这样我们的qeue 就可以什么 append,对吧 append什么呢 append我们的root 对吧 把root append进去 append进去之后呢 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个便利 对吧 所以呢 while什么 while qeue while q里面有东西的话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去便利 q里面的东西 对吧 所以呢 for什么呢 for i in什么呢 in r-a-n-g-e in range 对吧 然后其实这边 我们都不用用i 可以就写 用unnerscore去代替 然后这边把什么 把q的lens放进去 对吧 所以qeue qlens 这样它就便利 q里面lens 当成level里面的点 然后呢 有什么 有current对吧 current这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 qeue 然后什么 pub left 对吧 因为什么 for sin for soul 对吧 然后当这个current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便利 里面的children 对吧 所以就可以说什么呢 for什么 for child in什么 in current 打什么 打children 对吧 打 c-h-i-l-d-r-e-n for child in current 打children 就把这个点里面的所有children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干嘛 把它append到q里面 对吧 so qeue append append什么呢 自然而是append我们的child 对吧 所以把childappend进去之后呢 该做事都做完了 对吧 那我们记得要干嘛 更新我们的什么maxlevel maxlevel 加等于把自己加一对吧 所以当这个全都便利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干嘛 return return我们的什么呢 return我们的max level就可以了对吧 好那这样马上看一下什么 call就写完了 我们看一下tank complexity tank complexity 你可能会说 ok我有一个while loop 我有个for loop 我又有个for loop 然后都是nested 这样会不会是什么 ntooler 对呢 不会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仔细看一下呢 我们每一个点 就像我们刚刚思路走的一样 我们每一个点只便利过它一次 虽然它是有回圈 然后在回圈里面对吧 可是我们每一个点都只有便利过它一次 没有任何重复的去便利它 所以呢 tank complexity 一样也是什么 of n 对吧 where n is what number of nodes in the root 对吧 就这root里面有多少个点 就是我的n 然后space complexity 我也用q对吧 那q会存的是什么东西 也是存我所有的点 对吧 所以是什么 也是of n 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这是幸福的时刻 对吧 我们现在马上把刚才用手写的call呢 把它打上去 好 现在做个h case if not root return什么 return零 对吧 然后呢 maxlevel把它定义出来 maxlevel一开始是零 然后呢 把什么 把q也定义出来 对吧 q u e u e 打什么呢 呃 不是打 还要先定义出来 cl e c tln s 打什么 dq 然后呢 如果你这边不想像刚才那样 啥的话可以打root 对吧 可是呢 我一样习惯把它先定义出来 然后再把东西放进去 所以能append什么 append root 然后呢 就开始去便利我们的q对吧 所以whileq里面还有东西的话呢 我们要去便利 呃 这个level里面的点 对吧 所以呢 for什么 for underscore in range 因为我们不用去用到这个index 所以就把它用underscore去代替 然后把q的lens拿出来 然后去便利它 然后呢 要把什么 要把里面的点 呃 pop出来对吧 所以current node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q u e u e 打pop lab 因为什么first in first out对吧 那有这个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去便利它里面的children对吧 我们要把children加到我们的q里面 所以呢 for什么呢 for child in什么呢 incurnal 打c h i l d r e n 打children for kernel in children呢 q u e u e 要去什么 append什么 我们的child对吧 好 append完之后呢 我们的max level 不要忘记再做要加一 然后当节都做完之后呢 max level return就可以了 好 那把这扣冲出去呢 accept submit呢 也是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一题就讲到这边 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三 跟每个礼拜日 美国西岸时间的晚上十点 我会定时上传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如果复习的影片 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 还有小铃铛 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